哈喽,我是团长 那么我们知道在缓坡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carvin进行控速的下坡 但如果遇到像这种又窄又陡的小坡的话 我们该如何安全地下降呢 好,那今天教你一招轻松地征服这种小坡道 这里我们就要用到一个连续交替的slide横杀技术 如果你还不能搓出slide 可以先看一下我之前的教学 如果你已经解锁了90度以上的内外转slide 那接下来就不算太难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调整一点 就是让上半身保持相对固定 只旋转腰胯进行发力 我们上半身的锥体呢 在整个过程中不要有大幅度的转动 但视线和双手可以配合脚下的搓板动作 进行一定幅度的摆动 重心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每一次做横杀发力时 重心会移至前脚多一些 但随着一左一右的踢板呢 重心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 还有一点就是在左右交替踢板时 要保持一定的节奏 不易过快 太快就会起不到减速的效果 太慢呢 就又错过了最佳刹车点 像这种窄坡呢 对于整个动作的容错性非常低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把速度控制住 用比较慢的匀速进行下坡 保持好节奏 相信你很高